另外政坛性骚风波也持续延烧 民众党也出现了受害者 前党发言人徐千琴 10号在脸书爆料 去年2月份刚进入民众党时 就被长官性骚扰 感谢当时的党主席 柯文哲有及时处理 要他到警局去备案 但同样有这个受害的女党工 却在底下留言 说爆料这个徐千琴 当时还拜托他 不要把性骚事情说出来 大跳开花五秀五计 还不忘对镜头放电 仍称民众党激走的 新竹市府发言人徐千琴 日前替民众党招募人才卯足权力 甜美外形更被封为最美发言人 没想到周六晚上 他却突然自爆 在担任民众党发言人时 曾遭主管性骚扰 脸书写下从没原谅过身手的狼 2022年2月才刚担任党发言人 就被某长官性骚扰 感谢党主席柯文哲马上处理 指示主管带着我到警局备案 当时媒体告 是不希望性骚扰受害者标签 成为仅有的代表作 还有党内同志不要抹黑他 是为了上位不得不委屈求全 重要的是认同柯文哲主席 与民众党的理念 并且有一起奋斗的勇气跟决心 不过却有遭同一人性骚的女党工 跳出来在底下留言爆料 当时徐千琴信誓旦旦说会帮他 还说因为不信任党的中平会 才没有说出来 就连民众党的性平会 也因为他的事件才成立 想调约监视其画面 却毁损空白 怒斥民众党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批评其他党的性骚争议 我想在任何职场 都可能无法完全杜绝性骚扰的发生 重点是事发之后 民众党在第一时间就介入 立即的处理接触了被害人 通报过程有没有问题 徐千琴脸书发完签字文后 占不受访 政坛性骚风波再扩大 民众党这回力标 也打到自己身上 记者后面李明洪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